这起轻叛惊动全美,41年来首位法官被民众罢免。 还记得两年前的那起斯坦福大学生性侵案吗?当时,判决该案的法官佩尔斯基,Aaron Persky,因给白人被告陷刑,在全美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 抗议人士纷纷集结,要求对佩尔斯基问责,控诉其戴有色眼镜,庇护社会精英的行为。 如今,抗议人士两年来的努力有了结果,佩尔斯基于5日经当地选民投票后被当局召回,成为美国过去41年来的首位遭民众罢免的法官。 同时,佩尔斯基也是加利福尼亚州自1932年以来首位被选民召回的法官。 所谓召回,就是美国一种对现任法官进行罢免的方式。 该国仅各别周允训民众对司法人士进行召回投票。 一般来说,若召回投票中同意罢免的票数过半,那法官就会被免职。 41年来首位被民众罢免的美国法官。 据卫报消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于6月5日举行了该周80多年来首次法官召回投票,要求司法部门罢免56岁的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法官佩尔斯基。 该场投票被安排在加州近日举行的中期选举已成之中。 结果在当天开出的81%票数中,有59%的选民支持召回,另有40%的选民反对罢免。 佩尔斯基本人是反对赵回投票的。 他在5月份的异常新闻发布会上称,赵回决定是错误的。 他希望选民能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还表示自己对两年前的那场判决并不后悔,自己有责任为出犯量刑。 他说,身为法官,我的一些决定可能不会受到欢迎,但这就是我效忠的法律,而不是被舆论意见或者其他立场左右。 佩尔斯基,图自纽约时报,不过这位法官的去留已经由不得他自己说了算。 4日,唱票结束,由于支持召回的人数过半,60%,佩尔斯基被成功罢免。 唱票结果,图自华盛顿邮报。 佩尔斯基因此创造了两个记录,他不但成为了加州自1932年以来首位被选民召回的法官,同时也是美国自1977年以来首次被民众拉下马的法官。 1977年,威斯康新州一位法官同样以召回的方式被免职,其因是在审理一桩为成年强奸案时,这位法官认为强奸是男性对衣着暴露女子的正常反应。 我们今天投票,就是为了反对那些性侵者、假暴者们,为什么社会精英干这些事就能有罪不乏?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达贝尔,Michel Landis-Dauber,是这次召回投票的发起者,他同时也是两年前那起性侵受害者的家庭友人。 他继续说道,官员们必须重视性暴力犯罪,尤其是人民选出来的公仆们,必须严肃对待。 召回投票的发起人达贝尔,图字赫芬顿邮报,是虎独自,还是在维持公正。 达贝尔口中的公仆,实际上指的就是佩尔斯基,他本事就是加州选举的产物。 2002年,检察官出身的佩尔斯基以州法官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可惜47.9%的选票不敌当时的对手。 第二年,有了盛克拉拉县律师协会,以及加州州长,时任,戴维斯,Gray Davis,于2003年被召回,的称邀,佩尔斯基成功上任州法官一职。 佩尔斯基,图字未保。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佩尔斯基总共给64起性侵,家庭暴力案件的被告进行过判决,直到他遇到2015斯坦福大学性侵案主谋,布洛克特纳,Paternal。 特纳,图字CBS。 特纳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体育生,以游泳建长的他本打算参加奥运会。 但是在2015年的冬天,特纳在校园内的一个垃圾箱后性侵了一名酒醉不醒人士的女性。 当时,他的所作所为被两位路过的瑞典留学生抓包。 随后特纳申被五项罪名被检方起诉,而案子恰好移交到佩尔斯基手里。 事发地点,图字赫分顿邮报。 对于该案件的审判在2016年3月间举行,总共耗十二周。 期间,被告父亲那句我儿子只是一时冲动,和受害者在庭内七千字告白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众情绪激愤。 而法官佩尔斯基则认为坐牢会给年轻人造成心理影响为由,将特纳起初的五项罪名减为三项指控。 原本14年的最高刑期,被应声声压成六个月。 在庭上的特纳、左、图字CBS视频截图。 最终,特纳仅坐了三个月劳就重获自由。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达贝尔发起了对佩尔斯基的召回投票。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相应号召。 在推动罢免投票过程中,部分法界人士、学者、女权人士、甚至是性侵受害者都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强调不认同佩尔斯基的判决,但也不能只因判刑过轻就要求开除法官,而且法官若能在判决时不受压力干扰,将有助于被告获得公平审判。 举着反对召回投票的人士,图字赫芬顿邮报。 此外他们还认为,如果一位向法官施压,那针对有色人种,少数群体的判决也会变得越严越好。 这同样有损美国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对此,支持投票的人士还特意去方佩尔斯基审判过的旧案,发现他在对拉丁裔被告的审判时偏严苛,而对另一些案件的审判过轻,引起过一些原告的抗议。 还有人治理法官是因为特纳斯坦夫精英的身份,而选择从轻发弱。 BBC曾在2016年指出,被告吴钱科,名校出身,还拿奖学金,被检方起诉后,其15万美元的保释费也是说给就是给。 此外他的父亲还向媒体诉苦,称儿子现在降学金也不拿了,奥运会也不改算去了,整天没啥食欲,最爱的牛排也吃不下了,销售销售的,暗示儿子的前途受到了舆论的影响。 特纳斯坦夫政策代表,特纳斯坦夫政策文场? 特纳斯坦夫政策文场是用谈明日之星,参加比赛也拿过冠军。徒子NBC。 这种互独子式的看法想必大家也不会陌生 而英国法官在宣判时 同样以监狱会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为由 为其量刑 迫于压力下 佩尔斯基在特纳案宣判了两个月后 主动要求调离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 该做民事诉讼工作 这一退步也被一些人视为抗议活动的胜利 卫报报道截图 即便如此 美国民众对佩尔斯基的声讨并没有结束 召回投票的前期工作仍在继续 纽约时报写道 2016年特纳案发生时 还没有克朗普性亲丑闻的加持 更没有好莱坞为恩斯坦的助攻 但在这两年来的女权风潮下 美国人对此类事件的关注越来越多 力度越来越大 这就让此前默默无名的特纳案一下成为当今热点 如何罢免一位美国法官 出于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 要想凭空罢免一位美国法官 实际上并不容易 为了维护司法独立 全美有41个州和联邦法院系统都禁止对法官的召回 而加利福尼亚州是仅有的9个允许法官召回的州之一 这其中有4个州的召回程序 必须出示法官的犯罪证明或读职的具体情况 在其他5个州 寒加州 法官可以出于任何原因被召回 为启动召回程序 发起人必须筹集足够多的选民签字 提出召回某位法官的请愿 之后就可以请愿进行全州特别召回选举投票 如果同意票过半 该法官就会被免职 构成召回法官的理由多种多样 大多是针对某位法官的个案判决结果或与公职有关的具体言行 召回投票活动发起者达贝尔加中 收集的支持者签名堆积如山 图字赫芬顿邮报 另外 司法召回只是四种罢免法官的方式之一 且仅适用于由选举产生的中法官 另外三个途径分别是 弹劾 立法决议请求 刑事犯罪免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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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